据新社报道,俄总统普京15日上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渡上别,出席亚信第五次峰会前亲自前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榻宾馆。 当面向习主席祝贺66岁生日,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普京向习近平送上了生日蛋糕和一箱习近平喜爱的俄罗斯冰淇淋。 他高度评价习主席在俄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不久前习主席对俄进行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相信俄中关系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习近平向普京表示了感谢并回赠了中国茶叶,他表示,普京在中国很受欢迎。 这已经不是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第一次进行生日互动了,2018年6月。 普京总统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的专访时曾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唯一一个和自己一起庆祝生日的国家领导人,2013年10月。 在亚太金河组织巴黎岛峰会期间,恰逢普京61岁生日,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普京送上生日蛋糕。 在结束当天工作之后,普京和习主席一起就着香肠喝着福特加庆祝生日。 普京说,我还没有和哪位外国同事建立过这种关系,或做出类似的安排。 但和习主席做到了,不瞒您说,我们喝了杯福特加,切了点香肠之类。 当时,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习主席陪我过了生日。 此次普京和习近平在度上别的温馨生日互动再一次引发了俄罗斯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在自己66岁生日时,收到了来自普京总统的特别生日礼物俄罗斯冰淇淋。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中表示,此次互动前,习近平主席刚刚对俄罗斯进行了2013年以来的第八次访问。 这表明了中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罗斯REGNUM通讯社则在报道中指出, 普京曾经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时送给习近平主席一箱冰淇淋,这次普京再次送给习主席冰淇淋,因为他很熟悉习主席的个人爱好。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